拉下旋下往拉上旋出肩 乒乓球它的这种连续性特别的快 你去调板形你根本来不及 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方法 调整重心来击球 拉下旋的时候你可能重心比较低 吞下来之后往上起 我这样拉一个下旋 然后重心马上 我的板形其实一点都不用调节 因为你下旋球肯定要往下蹲 然后上旋球我们就直接往前打就可以了 你不要这样 下一球拉完之后 然后你就这样 完蛋 这肯定出阶 而且你想如果对方拉完球以后 你一调板形他可能就下网了 球速很快的时候 你根本来不及调整板形 你能调整的是 顺便调整我们这个重心 你就觉得拉完以后 站起来直接打 这个球可能都在这个位置 我如果重心在这儿的话 我这球肯定出阶 怎么发力都出阶 下旋球我蹲着点 上旋球我站起来点 你要快速调整这个重心 你不能光靠调整板形 因为板形 它是一个非常细节的一个地方 手腕它是太灵活的一个关节 你去调板形的时候 很容易就调多了 你的手如果不是很熟练的时候 对于这个球比较陌生的时候 你调板形稍微一调 它这个幅度特别的大 因为球太小了 对于球来说 你稍微一调板形 它这个就会失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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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